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纷纷刷屏啊 就说这个狼岛啊 狼岛你瞧就是都哽咽了 你看这下边 这次是也是在危难之中啊 就拿下这个冠军 因为他的两大主力 一个是伤一个是心脏病都没能去 那不是不一定心脏病了 就心脏的毛病 你看那狼岛哽咽成这样 也50多岁了 而且赢的是那个日本队吧 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是吗 报纸上登出来的 说这次找的是收藏家 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健保 健保大师 人家有眼光一健保 对吧 以前那就叫没眼光吗 你先说 我说不是趁着人家这个喜讯这么说吗 对 我们在伦敦去看鬼场 还记得吧 我们到现场去看的吧 你不是还特别的喜欢那个惠惠什么 那个美女吧 你不是拼命说 远看很好看 他就是人家近看也好看 人家队长这次就受伤了没去 本来人家说的危危险危险 就是因为他没去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惠惠什么 还有一个支柱型的 也是就没能去城 没能去城就这次靠新人 这次靠新人 而且就说是狼平的这个压力之大呀 他哽咽 这现在哽咽了 现在是欢乐的哽咽了 出征之前就到那个储物藏室 哭了一鼻子 更衣食吧 储物室 反正是后台 这次出征之前 你知道就是我昨天看真有意思 一个就是人呢 有的时候注定要天将将大任于私人吧 就恶其筋骨 反正倒霉事往你身上堆 这个几个倒霉事呢 一个是两大主力不能出征 对吧 二一个倒霉事呢 是什么 二一个倒霉事我忘了 但是就是三一个倒霉事呢 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他的领导 就是当时请这个狼平出山的 那个排管中心的主任 这个很信任狼平 就是说 我请你回来 你大胆干 出了什么事 我帮你挺着 结果呢 最近这主任呢 给双规了 所以这个也感到就 就等于说 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这个领导 也出了问题 所以就几重压力 所以那个 就那个狼平 他对着那个中央台那个哭的时候 就他说是上天特别眷顾他嘛 尽管有你说的这么多 倒霉的事 最后这个大任于私人 也还还是让他赢了 嗯 真是 我看那个历年的世界杯的 女排的这个 这个获奖啊 获得冠军 最多的是古巴队 现在跟他们平了 我们也成了跟他们获奖次数一样的 他连续四届 嗯 那四年一次 换句话说 有16年了 全是古巴队最好 中国呢 最早的时候拿过两次 后来03年拿过一次 现在又拿了 也是第四次 但是看那个冠军图啊 我真的看不明白 其实女排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俄罗斯跟美国都是强队 可是他们没拿过世界杯冠军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说四年一次的这个比赛啊 所以 呃 女排 女排就是老跟世界杯有缘 嗯 女排世界杯呢 跟足球世界杯有些不一样 就是女排 其实最重要的是奥运会的那个冠军 嗯 那个那个金牌是分量非常非常重的 那个女排四年的一次啊 而且女排常常她打很多循环赛 你知道 她打了你也不记得她到底哪一仗 这次也是中国队最后输给美国队的 但美国队最后也也没也没赢 呃 最关键的一场呢 我以为是打俄罗斯队的 后来他们内行分析说塞尔维亚现在是打得非常好 呃 原来第一仗打塞尔维亚才是关键 嗯 但是那个那个那个徐老师说 对徐老师这潜谈词就是说 这次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验证了一个道理 我没看中国队就赢了 对跟你看足球一样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 后来发现我真的重大比赛 我实在不应该 所以你不看中国队 你不看中国队 完全是给中国队加油 对对 最好的 中国女排 那上次那个不是前 前大野兵那天晚上 中国队对香港队你看了吗 这个我很想看 结果被事情耽误了 结果呢你看 我很想看 就是被耽误了 结果就零比零 所以不用你捣乱 全你控制 就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去美国吗 你知道吗 在纽约的唐人街 还有卖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女排的那个录影带 就还有人看那个东西 老华侨 但是呢 我又理解那东西啊 可能不是一个爱国主义 对于他们来说 而是一种本土记忆 对吧 他一直伴随这个长大 可能香港人也有点 那当然有你说的 这个香港主义 爱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 就是本土记忆 对华侨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童年 就是青春 对不对 可是我 对 是你小时候的 你喜欢的某一种东西的记忆 那可是我小时候 我最爱看的是那个 那个日本女排的 那个什么小鹿唇子啊 那个 就那套戏 但是我对日本女排 就完全没有感情啊 我跟老华侨是一样的 在透露了岁数 我跟老华侨 就是当时那个小小的九寸电视屏幕上 对 中国女排 那家伙五连贯的时候 那个 我跟你说 我到后来 今天我不大会为球赛而多么嗨了 但是就那个时候 中国人其实看的少 对 我们也没有太多见识 又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国家队 那么拼呢 那当时真的激动啊 那真是我跟你说 当时我就体会到 这个玩意儿真是挑动爱国主义 到极端 就是我本来没那么爱国 全是给郎平弄的 你知道 人在群体之中 你的智商会降低 然后你会随从于一种情绪 我那个时候记得 你让我就砸玻璃 爱国主义 智商提高 不能说降低 对 我上小学的时候 不是我们把被子都烧了 干嘛 你把被子烧了 大学生啊 这个中国女排拿的冠军啊 把被子烧了 晚上回来 结果怎么睡呢 结果跟另一个男的盖一床被子睡 不对还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还吃八丑 被子烧了 我们那时候 中国有足球队 有一次踢营 那个沙特阿拉伯 我们就拿了个拖把 我接上去游戏 拿了个拖把去游戏 我到现在还记得 在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我们就走出去 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那个男生 那个脏的脏成什么样 你能想象到吗 就大学四年啊 被子没有洗过 到最后这个被子啊 像盔甲一样硬 冬天的时候 你烧得动吗 你还烧 哎呦好烧得很的 那个油啊 哗一下子 盔甲一样硬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对 想象一下 就是你想当年这个中国女排 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 那时候的女神啊 不是狼皮 周小兰 对了 周小兰 你都不知道谁这样 我跟你们不同辈分 我跟你讲 这个就现在什么宁则涛啊 这种颜值啊什么 我就回想到当初颜值 那真是 那个时候啊 大家就是心中一个崇拜 没有广告 周小兰不会获益啊 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的帅哥是谁啊 王家伟 王家伟 对 连带的到南排 是吧 我们的有一个叫江津的 好像以前在上海 就挺红的嘛 这个我有印象 那已经你比我们小几代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 玩的小皮球上面 还印着为国争光 周小兰 那真漂亮 不是 你说了半天 这个国 我就说最近一连串的事情 都掀起了爱国主义新高潮嘛 一个大阅兵 很多人 咱们还没聊呢 大阅兵 徐老师那天作为这个 现场评论员呢 是吗 是呢 搜狐教我 就是 就是在阅兵完了以后 就要发表一个 一个评论 因为他要我评论 搞得我那天就 从头到尾 七点多钟 就起来看电视直播 什么叫 搞得你这个态度很不正确吗 领导人都那么早起来了 你还不起 领导人起来 是领导人的伟大 我们老百姓 他们能保卫国家 就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睡觉的嘛 对不对 那你要这么说 我没有工作 这次咱们台本来问我要不要去天安门做直播 被我蜿蜒谢绝了 哎呀 这是爱国主义出问题啊 不是啊 我因为呢 第一 因为我上次大阅兵的时候 就在天安门拔角的位置上 已经看过一回了 二一个呢 我觉得看电视 这次我想看看电视 看到全貌 你老报道 你站那拔角 你只能看那一个地儿 还以为人家觉得你太油腔了 让你去 他们请我去的 你就我这风骨 你知道吗 这怎么叫风骨的 你这糊涂 应该去 不是 我坚持看全貌的精神 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工作 我打人起来看 你觉得我觉得 比大阅兵 让我更看得尖尖有味的 是习主席和彭妈妈 站在那里 接见很多来访的药人 哎 我觉得这一出 这挺有意思 这很有我们中国传统特色 这个这个过去都是这样 那段路 乱朝来疑是吗 对对对 对于好几个元首来说 我觉得是他们是 大概记忆时间里面 是很长的一段路 有几个人很难走 走得非常困难 对 像捷克的总统 他们有几个 普京是走得快 他那个一管一管 他那个走得非常快 但其他有很多人 真的走得很漫长 很漫长 对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 习主席彭妈妈 他都是有经验的人 我跟你讲 你没到过这种场合 你到过这种场合 你就知道这个里面 我就不禁的想起 人际之间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你能站在这里 等着别人走过来 这是一种礼仪 实际在你心理上 也需要适应 比方说 咱们俩要在红毯上 我站在这 你走过来 看着你走那么远 我跟你说 我会觉得 本能的会赢上去 本能的就会赢上去 但是这一点 当年周总理就做到了 就是尼克松 中美建交 尼克松下飞机 你说这个动作 是他心里想好的 就是很多人描述过 按说他一路走下来 走向你 周总理就坚持 一步不前移 就是我就在这 手在这等着 最后照下来的照片 是美国的首脑 是走过来 握住中国人的手 他有一定的象征性 就我在这 他没有挨这么上去 赢 那那个尼克松 可能也想好了 因为他上来 第一句话说 我这一双手 跨过了太平洋 对 他那肯定抄袭的是 那个 他们会有 宇航员那个 会上的一小步 后的一大步 强强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对 我这一双手 我这双手 跟你说 我这双手 我抓紧 我这双手 有点 诚好 稳的 我愿意 感谢 其实你看电视还针对了 因为假如你在现场 你要在城楼上看 从天安门城楼 到他阅兵方正走过的地方 105米 105米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实际上看不清楚脸的 就只能看到一个方正 这个呢 原来克里姆林宫城墙 也是隔得很远 所以今年5月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时候改的 像上一次5月的时候 阅兵的时候 不是习主席也去的吗 这个那个彭丽媛也去的 他们现在是把那个台啊 搭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面 就是在列宁的这个 这个灵鳩的这个位置旁边 这样呢 20几米 20几米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他这里头对着你的时候 目光有一个礁石 就是说检阅的人跟士兵啊 互相看得见 就互相看得见 所以但是呢 当然了我们这个天安门城下这个广场 这个太优势了 这个我是感受啊 这个以前我们都讲我们这么封建社会 怎么怎么 你一开始上去 你看飞机一拍啊 这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皇宫啊 而且那个长安街啊 这个阅兵啊 这个舞台真是好 你看克里姆林宫那广场啊 好惨 他所有检阅的队伍啊 没地方去 他全 自先就排在这个广场上 啊 因为把那个两个元帅下去 车子开啊 这样这样都来都去开啊 哪里想 这么一路 同志们好 他们就这么这么转来转去 而且啊 克里姆林宫前面 他们这个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啊 什么 现在都是什么凯文克兰的广告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为了阅兵啊 搭了那个大牌 把它遮住 就整个克里姆林宫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红场的这个气势啊 跟天安门广场 这是差太多 就是我们的先天条件 非常之好 就是距离 台湾街是全世界最适合阅兵的大街 基本可以有这么个评价 对 但是 这么多开过都没问题 你要把它造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背后也是很多人有很大的 这个这个付出啊 我看到一个最好的那个报道 就说他那个 他为了防止那些鸟去不是去撞 可能要飞起来去撞飞机吗 嗯 派了猴子之前去掏鸟窝 而且算 五只猴子说 那个猴子每天平均掏12只鸟窝 就为数上的鸟都弄走了 后来 你还记得吗 后来说 后来不是放那个和平鸽吗 几万只鸽子 后来据说 我看到的是那个朋友圈传的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水晶一访问那个潘基文的时候 那个潘基文就访问他说 哎那鸽子 那放完了都去哪了呀 后来人家说是什么呢 因为他是各地来的姓鸽 他们自己会飞回去的 但也有可能 就是就有少数 他不一定能够最终再飞回他那边 就要历经千辛万苦再飞回去 好像我还看见就每只鸽子那个检查 哎呀因为你万一里边带个爆炸品什么的呢 对的 恨不得把你鸽子掏了检查一遍 就是香港的评论员不懂 他到最后怎么评论呢 他说怪不得前些天不见有鸟 全在这儿呢 那不是一种鸟 不是一种鸟 这个评论人家就笑死了 叫猴子掏 看不得前些天都没有 他说全在这儿呢 但是收视率超过春晚 那当然 这个大阅兵你就说明这种东西的这个产生的力量 为什么我说这就在当时啊 当然这人可能就是触景生情 但是在当时你瞧那个微信朋友圈 感觉个个都是这个爱国主义者 是吧 我们的祖国 甚至那天就刷屏周总理嘛 周总理老脸沧桑 就看着就说大概就是大愿已成 还是什么就如你所愿 就是就是都在传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当年建国后第一次阅兵 咱们的飞机太少了 只有那么几架就飞过来 就行不成气势 结果我们的总理就说 飞两遍 显得就是 人们这个时候就累奔啊 就是总理啊 你要活着 你看看今天吧 一张黑白照片 因为这次另外 我们从纯粹从文化 从美学角度来看 这次也是看步操的一个 这个分裂式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这是第一次中国有这么多的外国的这个 这个分裂队啊 来 就是我这次总算看明白了 所谓英式跟德式 这个分裂式啊 最各种各样式 最基本的是两派 就是英式跟德式 啥叫英式呢 你就要看香港的那个警察的训练就是 英式特点就是他手抬到这么高 嗯对 他他非常夸张 手抬到这么高 脚不那么讲究 对 他的脚不能太大了 对 英式的老让我怀疑 他会走成圣馆 对 当年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 不就那样吗 对 我本身是和英式 这次谁英式走的呢 埃及跟墨西哥 埃及走的就是 阿富汗是不是也是啊 阿富汗还好 但主要是埃及跟墨西哥 其实英式现在最大的传征 就是前殖民地了 对 就前殖民地把英式的传统保留的最后 英国已经走掉了 他们就 就这样走 这是英式的 德式呢 就是说他的手没有这么讲究 手的幅度啊 但是脚的幅度非常高 脚不能弯 就我们那个时候 鸦片战争部 中国人说外国人 这个这个 不是义和团的红灯罩的时候 说外国人的膝盖不会弯吧 嗯 这个就是看他们德式阅兵来的 德式叫俄部嘛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往前踩 这次也有一些是德式的 也有一些是德式的 走的古巴 好像走的就非常 脚非常高 俄式是什么 是改变的 俄国式啊 嗯 他是怎么的 他脚没有那么高 他的手呢 很厉害 但他手不像英国方前 他撤过来的 他是这样车 就是要挤地铁 挤地铁 那个莫斯科的人走路都这样 他我在那走路 他们老是要跟我 这叫俄式 但俄式有一个难度 他在这样弄的时候啊 他一手要脱枪 哦 你看最后这个俄队 中国的改编呢 就上面就拿枪了 拿枪啊 其实是容易了 嗯 因为拿枪 你的手不要做动作了 你就你就拿住了 就是俄国啊 他这个最难的地方 就是他一个手甩得很厉害 然后一个手拖枪 枪这么垂直的 这么拖在里面 这是学问可大 中国的最大的特点呢 整齐 哎 他们说 要不说就是 他们说什么 你说 整齐是不单是走的整齐啊 脸都长得整齐啊 你自己看 个儿都整齐啊 脸都长得整齐 眼睛 而且我注意了 看了一下 他们眼睛不眨的 对 一直不眨的 你看得很准确 训练的时候 一个姿势 能够两个小时不动 然后是多少秒之内 眼睛不眨眼 连这个 连这个女兵的三围都是整齐的 是吗 女兵没看到 看到了在车上 对啊 你以为他们会走 塞着了 不是 三军一张队 第一开始 这个阵列的后几排 是 没给他写 那个莫斯科的一个女兵行列啊 不得了 他很快的嘛 然后都穿了短裙 那个大腿刷刷刷刷 刷刷别好莱坞的 我觉得 你像这个人们啊 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在 潜存着一种什么 这个女权主义会不会有意见 极端女权主义会不会对这个有敏感 就说你们这些新闻媒体 当然女兵也是很有风采哈 但是我老觉得 你看这个新闻客户端 老是集中在女兵的亮点 女兵的亮点 我觉得这背后的心思都那么光明正大吗 少为贵吗 我觉得大家就见女兵见的少吗 肯定是大家 男兵 那更多的是男兵啊 见不到男兵啊 女兵同样的这个报道的位置啊 检阅的时候就你有没有看到啊 他给的那个是一个大光圈的 你只看到坐在那个 那个那个吉辅车上检阅的人 后头的男兵都是虚焦的 你想看也看不清楚 女兵我看到的是白球温那个 对有一个那个 对 那长得真是漂亮 一个都是就是颜值啊 那肯定是挑的 我那天就我还那个开玩笑 看那个外国的那个军队过来的时候 因为很少有外国军队过来走 我说这改是奥运会的那个入场式 对对对 但是呢 你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其实这一次的 就是外国军队来啊 包括这些 这个就是这个元首什么 特别反映我们现在这个对外关系 你只要拿他 你就你数一下 不就这几个国家 就是什么呢 那个一路一带的 那个亚投行的 就这几个 你一看就是 又派了那个军队过来阅兵 又有最高级的国家元首 都是这样 而跟我们关系最好的 就是俄罗斯 这个是就从他这个等级上来说啊 这个就说是最最好的 我亏了他了 亏了他了 因为纪念中国抗战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那反法西斯在俄罗斯这个真实 而且你注意这个习主席讲话里 两个数字 他这次确定了两个数字 俄罗斯的数字叫死亡 对 多少 我们叫伤亡 我们就是两千多万嘛 然后我们是伤亡了 三千七百万嘛 他说的是 在 哎 你就这么一想 俄罗斯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啊 死亡两千七百万 莫斯科阅兵的时候 两千多万人 这个怎么死 我可以讲 莫斯科阅兵的时候 有个英文的解说 我不知道是西方国家的 还是他们自己的 他有两句话 讲得我非常touch 第一句话他就说 就是两千多万 他说没有一个俄罗斯家庭 在这个战争当中 untouched 就没有 没有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 这句话你想 没有一个俄罗斯家庭 就是说你总归家里 不死这伤 这是一句 第二句他说 西方的民众 主要看诺曼底登陆 这么多年 所以以至于在美国 有一个调查 只有13%的人 才知道 苏联军队 是打败德国的主力 只有13% 那你想 如果美国人 只有13%知道 苏联是主力 那有多少人知道 中国抗战打了 这么多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别以为 理直气壮应该是 你别以为 美国人多有知 我最近看一个调查 就说这个美国民众的 这个调查 你知道吗 有相当一部分 美国民众 连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拿地图 美国在哪 不知道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跟你说 还是现场好看 我就比较 我就在电视上看 因为你知道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这个秩序 是产生能量的 秩序是产生能量的 你还别说 就说是军民团结如一人 你这个物理学 就在讲这个商的概念 就是所有一切事物 都是从有序向无序 那当一个东西 比如金字塔 在有序结构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最大 最后它变成一地砖瓦的时候 它就能量就耗散 就感觉不到 人 你看 我离他们这个 是一百米远吧 还是多少米远 你看 其实可能我是爱国主义 我觉得最好看的 还是中国的阅兵 就它这种整齐的 它就好像要 看一下 啪啪一遍 你的手近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 我会觉得有一种风 就是它那个肚子 砰 你就在长安街上 你贴近了看 你就觉得这个胸脯 这个地方受冲击 有那种生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是掌碍国主义威风 但是我就是 它就是 你不得不觉得 这玩意太震撼了 你像美国室内阅兵 那就跟嘉年华会似的 那就吊儿当当 跟匪兵似的 但是它是另一个效果 它是另一种追求 但是我们这种东西 这个能量 还没发挥到极致呢 其实天安门广场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后面那个广场 其实他们用一个 不恰当的比方 那可以做一个人肉LED 你在后面可以有 有上百万的群众 他们可以组成图案 这次他们就没做 那徐老师 你这狂想 就等于把阅兵室 和这个奥运会开幕室 合一块在天安门广场办了 以前很多天安门广场的事件 那个一百万人是占满的 而这一百万人是出现图案的 但我这次 我最感动的 恰恰不是你们说的 这个最整齐的 我最感动的是 第一个出来的方正 是那个不整齐的 那个老兵 真的 我当时我也是特别感动 然后我那个朋友圈里 当然有人有各种各样的话讲 有的人这个有爱故主义 那有的人他刺一点 或者说他说一些 那个就那个别的话 但我说真的 大家不要说 那一刻坐在上面的 这个老兵啊 真的挺幸福的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他这一天 这一刻能坐在那个车里 经过这个天安门 第一个方正 还有些人就坐在官吏台上 对 他的分裂式的牌啊 就是我估计 他们也是发了很多心 现在就是把各个战役 还有三个十八路军的一二一二零 一二九 一一五 这样来 这我感觉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真替他们肉 天安门城楼啥都好 就不做冷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